如果要轻松赚钱你就要顺势而为 你就要站在趋势风口 但是大多行业比如元宇宙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 都与我们普通人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行业都是普通人能够参与 而且都在我们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未来三年最赚钱的六个行业 一宠物行业 现在年轻人不想再结婚 而且越来越多独居老人 所以越来越多人将陪伴的渴望寄托于宠物 花在宠物上的钱会越来越多 同时新媒体的技术进步 短视频等社交媒体的爆发 越来越多可爱的狗狗猫猫视频 为宠物行业带来更多的市场规模和潜在消费者 受疫情影响 人们陪伴宠物的时间增加 导致整体宠物消费增长 宠物组对宠物健康关注度提升在全球范围内 宠物护理市场在2022年已经增长到2610亿美元 高于2021年的2450亿美元据估计 这一数字将在2027年达到3500亿美元 宠物市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宠物食品市场 宠物食品在全球的消费额为910亿美元 规模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第二 宠物护理与服务 宠物服务市场包括美容技术培训 护理和旅行技术服务在过去的五年里 它一直是行业内增长最快的领域 随着越来越多的主人 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 对宠物的呵护和特殊服务的兴趣推动了增长 与之相伴的是手艺护理行业 由于大规模的家庭渗透 该行业也经历了增长 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宠物收入人数的增加 使宠物护理支出增加 这将继续推动宠物市场的发展 第三宠物用品包括服装 食物 玩笑圈和背带等产品 宠物用品有更大的前景 因为它增长缓慢 如果你只是想要换一个比较好的打工赛道 可以建议去学习宠物服务的行业 但如果你想要在宠物市场创业 你也需要了解年轻人市场的变化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养狗还是养猫 猫咪已成为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宠物 对于生活在都市的人来说 它们可能更倾向于养猫 许多城市居民生活繁忙 住宿面积相对较小 因此猫是理想的伴侣 养猫很简单 不像养狗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户外活动 大多数宠物主人都是90后和95后 年轻人在生活中寻求自由率性 猫的习性更适合它们的需求 不管要创业还是打工 你可以先找好你的兴趣和目标人群 慢慢开始 二心理咨询师 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 至于2.8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是为组织预测 到2030年抑郁症将居高 全球疾病负担第一位 不只是抑郁症快节奏下的生活压力 也能造成极端心理 特别是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后 生活的矛盾反而越来越多 精神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需要专业人士进行心理辅导 从社会发展的状态来看 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 三 汽车和手机配件行业 你知道虚拟货币盛行的时候 什么行业最赚钱 而且肯定文文的赚骂答案是 虚拟货币平台 疫情来临的时候 除了医院还有什么行业文文赚钱呢 答案就是口罩和手套 房地产盛行的时候 除了发展上赚钱 那些提供原材料比如沙子 砖头的行业也赚到钱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不一定要有很大的资本才能参与 我们只要了解这个趋势需要什么就可以了 以前的毒品是鸦片 现在的毒品是手机 人们平均每天要在手机屏幕上 滑动2617次 大部分已经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每天 三小时世界上拥有21亿人拥有智能手机 2021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3.5亿部 2022年为12.5亿部 虽然说手机竞片式趋势 但是手机配件也是刚需 只有手机没有装手机壳 充电线和耳机呢 而且现在配件也讲究变化了 无线充电 无线耳机快充数据线等 每一次的科技进步 都是你可以进场尝试创业的时候 而且每个人花时间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 代表我们的眼睛越来越疲弱 一些能帮助人们保养 保护眼睛的营养品或者配件也一定会有市场 汽车行业也是配件的种类繁多 比如汽车香水 汽车手机支架汽车充电宝等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汽车消费也越来越多 汽车配件的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大 近些年来汽车配件制造厂也在飞速的发展 万事起头难 无论是手机配件还是汽车配件 都可以先从网上手卖开始 现在每个行业竞争那么大 每个行业都已经有大品牌在抢占消费者了 那你要怎么让消费者看到你的网店还是店铺呢 目前品牌的趋势已经发生改变 你有没有试过你买某些产品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产品的品牌呢 你只是因为相信那个卖家你就买了 所以这就是目前最新的趋势 个人品牌 以前只有富豪才能打造个人品牌 因为需要媒体的力量 但是现在个人品牌的门槛已经降低 你只需要靠短视频 四 短视频自媒体 短视频慢慢地变成人们生活中 不可替代的一种娱乐方式 我们随处可见人们在路上或者地铁上刷着短视频 人们开始通过短视频观看娱乐活动了解新闻 甚至通过短视频来找工作 买一副零食等生活用品 所以短视频显得越来越重要 人们的购物体验已经改变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只要便宜 最重要的是娱乐和价值 所以只要你的内容能带娱乐和价值给大家 就能变现打造你的网上商店了 无论你现在是要开始创业还是已经有自己的生意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短视频 你一定要尽早开始 不然当平台已经饱和观众已经厌倦的时候 你就已经太迟了 短视频有分两种 一种是没有露脸的纯技术 就只是拍你产品的特点 另一种就是有露脸的 就是可以打造个人品牌 就是其他人说的 把你的爱好变成你的收入的方法 把爱好变成收入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以前只有媒体包装 才有能力把一个人的故事传播出去 但是现在互联网铲平了这个障碍 越来越多人借助这些舞台 比如通过视频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画的一些漫画 以及漫画过程等 现在通过网络提供付费教学 给一些想学画漫画的人 但是也有这么一群人 同样是画漫画 有些人却只能随带拍些照片 晒到朋友圈晒晒自己所谓的幸福 他们并不缺兴趣爱好 也不缺对自己爱好的坚持和研究 只是缺乏一个把爱好变成收入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就是短视频 从创作角度讲 人人都是自媒体 从观众层面讲 人人皆可参与其中 想要在未来三年翻身的朋友 一定要抓住自媒体 和短视频的机会 什么样的爱好 都有可能变成短视频 再变成你的收入 比如钓鱼 遛狗 养鱼 运动 读书等等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一旦你的爱好 能给你带来收入时 你也将有更大的动力 去坚持和研究自己的爱好 不只是爱好 就算你要售卖任何东西 比如汽车充电宝 你可以拍一些影片 介绍充电宝 或者是使用方法 但是一定要以价值 或娱乐为主 但被问到如何制作 一个高质量的视频 肯定有人会觉得 要有好的拍摄手法 好凉帅气的模特 以及好的设备等等 其实对于刚开始 做短视频的新人来说 上面提到的这些 都不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怎么拍 你的脸长得怎么样 都有人会喜欢你 你看那些平台大咖 都不是什么 最帅最漂亮的人 他们有的只是 坚持地喜欢和相信 所谓高质量的 短视频作品 就是要够多人看和分享 要有话题性 要开始自媒体 还是短视频 只需这四个步骤 第一 找到自己真正热爱 并可以坚持地爱好 第二 去找至少五个 那些和你有一样 爱好的频道和账号 第三 然后研究他们频道 最爆红的影片 然后模仿他们的模式 要记住一个要诀 一抄二改 三抄一 第四步最后一步 也是最难的 坚持更新至少六个月 其实在开始之前 你就应该问自己 你是否能够 每天花时间 想内容和 抑郁的发病率 大幅增加了 25%在众多精神疾病中 抑郁正是一种 全球常见病 估计全世界 有3.8%的人口 拍影片剪影片 再想内容 拍影片剪影片 每天都重复 一样的动作 除了工作和读书 就是运营你的账号 和剪影片 你的YouTube 不再是娱乐 而是枯燥的工作 而且你能否坚持 至少六个月 如果不能 你也没必要开始 不然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6.养老 为什么说 未来经济是老龄经济 根据联合国 对老龄化的定义 60岁及以上 人口占据总数的18 和65岁及以上 人口占据总量 7%以上 即成为老龄化国家 1851年 法国最先 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老龄化国家 占比为10.1% 此后 瑞典 挪威 英国等一批 欧洲国家 步入老龄化 如今 发达国家 已经全部进入 老龄化社会 全世界都面临 深度老龄化的问题 活得久 虽然是人类 很大的成就 但每多活一岁 就要花更多的钱 全球老龄化 不断加剧的 两个核心原因 一方面 出生率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 医疗的进步 大大提高了 人类平均寿命 老龄产业 是绝对的综合性产业 每个人都有 创业或就业的机会 一是医疗保健用品 如保健品 康复服具 医疗器械类产品 二是老龄生活用品 比如食品 服饰家居用品等 三是老龄服务 而这方面 才是有最大潜力的 一是空巢 老人越来越多 他们对招料服务 有特别强的刚性需求 有些小本创业项目 比如低价老人旅行团 当前老年旅游人数 已占据旅游总人数 28以上 送父母去旅游 也逐渐成为 子女尽孝的重要方式 然而许多人发现 老年人跟团旅行 限制颇多 各种明确的隐性的障碍 让原本性质高涨的 老人们着急生气 这是因为处于 盈利目的 收费项目和购物 是旅行社的两大传统盈利手段 老年旅游者消费观念 趋于保守 对价格较为敏感 购买欲不强部分旅行社 因此不愿接待老人游客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走出屋檐下 从日常生活中 抽身选择通过旅行 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而低价旅行团 便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出行首选 旅行最大的消费 就是交通住宿和饮食 若满足的话 这些费用频繁到 每个人身上就不会很高 你就能慢慢构思你的商业模式 或者是也有些人 开始做营养餐配送 同时还可以兼保洁换系 衣物代购商品等服务 这些创业模式 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可大可小 只需要有爱心和责任心 都可以做好 养老产业从古至今 何曾衰败过 每人从出生那一刻 就在步入死亡 谁能躲得过呢 养老是个永恒的话题 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养老产业 的要求和呈现形式不同罢了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订阅转发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